对 这个动也要注意一下 要动得对 也不能过劳对不对 亚婷 你这个身体过劳也是 之前拍戏也有过劳 对 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幸好我这个命功有天良 所以我还能活到现在 以前在嘎戏的时候 又嘎粮出戏又嘎秀 常常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真的几乎都没有睡觉 就是拍戏的躺椅 然后有休息时间 拍别人的戏的时候 然后就躺着就这样子休息一下子 然后等到要回家的时候 请助理助理都待不住 那只好自己开车 然后要买十几瓶的提升饮料 放在旁边 一边可以抓着方向盘 然后一边喝着提升饮料 那个全身是发抖的 心理上是一直处在一种 我一定要hold住 hold住安全到家 安全到家 然后可是全身是发抖的 等到回到家以后 又亢奋过度了 睡神也跑了 反而不能睡了 对啊 就经常是这样子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现场的时候 那个脸皮会发麻 好赶紧 我有天亮 所以啦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不要打八点档就是这样 打得到不一定知道 对 不过你说这样 你就生得太漂亮了 没错啦 来来来 问一下李医师 身体出现哪些征兆 要小心已经过老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经常感到疲劳或健忘 或是突然觉得衰老 或颈部肩部啊 会突然间僵持发嘛 脾气改变非常容易生气 这诸如此类这些 那你就有可能开始准备 竹林哥你突然有感觉 有过老的倾向了 那通常这一类过老的人呢 多半他的工时都很长 比如说 一周会超过六十个小时的工时 一周六十个小时 一天几小时 一天差不多 假如你工作五天 一天要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他工作时间造成他睡眠不足 或者是轮班 轮班 比如说警消 警消 警消 或是有些医事也是经常需要轮班的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处女座 摩羯座 还有什么座 自我要求的 明明已经过老了 他很想拼第一 加油 天蝎座 自我放松的星座有哪些 自我放松 狮子座 对啊 射手座 对 牡羊座 休息一下 来继续 当你的工作背景跟你的个性 是属于工时过长 自我要求高的人 然后你又出现了我刚刚说那些 症状的话 那要小心你可能已经过老了 但他这个症状如果 现在其实有规范 就是如果出现到六个月以上 都有刚刚林师提到症状 其实 他有一个叫做 慢性皮奥症候群的 这个名称跑出来了 其实他建议就是 真的还是要看医生 对 人生还是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身体是医 其他后面的那些钱啊 或是权利啊 那些都是零 要有医先有后面才能加分 那身体不健康 医没有的后面都是零分